由于中正路与路障路口近期正在进行雨水下水道管线工程 以及公所周遭也在试作道路测沟 路骨向市区交通近期出现涌舍的情况 对此县府也特别说明工程集成 希望乡亲们能够谅解 我们现在六国乡大概是中正路到路障路 就是在做路骨的雨水下水道 在公所那条路的中正路部分是 做两边的促割大概已经完成了一半 在外环道路障路这边是 要带一个大公每个两米大的水泥馆 它这个工期是到121年的4月30号 中正路与路障路口雨水下水道管线工程 预计明年4月底完工 县府公务处长陈希武也表示 会请厂商加快脚步 避免影响地方交通时间过长 此外对于工程期间的车辆通行规划 也请民众配合遵守 我们的尽容特殊包装 比较快处理 因为这个工作也没有好进行 很多光线要再刷 所以工作有比较慢一处 但是我们的做法有安全的设施 希望大家要去六国 就是走外环道 要来的那条路就走 里面工作那条路 保持安全 感谢大家的配合 地方建设工程的进行 影响交通不可避免 但县运运无略方 除了希望工程能够早日完工外 也呼吁向前进禁止路段 更要注意安全 中正路跟路上路交叉口 现在我们在做下水道的工程 所以在做工程的时候 由他起来 所以都比较路较小 所以有的大卡车 都会为我们的市区 古楼这边 走 所以说 乡亲 现在在走的道路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因为那位有大卡车 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 议长和尚丰 除了呼吁县府有关单位 在工程期间 要做好相关防护 及道路指示规划外 也提醒用路人 请依循指示来做通行 以保障自身安全 记者卢宇凯 入股采访报道 请依征